OK 大家好 这期将会教怎么简单的用Sketchup画出你的家的墙壁 对 没错 就像这样 要怎样去开这个软件之前的影片有教 大家可以参考右上角的链接或者找下面的资讯栏 现在我们直接按Create New进入主题 诶 它不是连累了哦 变成连载了 还是说它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OK 没关系 这个都不重要 我们先来Google搜寻一个Layout Plan 通常现在买的物质网上都找得到Layout Plan 可能是在发展上的网站或者是有Agent放上网的 那些都可以拿来用 在这里我们就下载这个来当做一个Example 把它save在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 因为等一下会用到 切换回Sketchup 按左上角这一个三条线 会看到这个Import 按这个Import 然后按My Device 在这边再按一下My Device 就可以从你的电脑选择你刚才找到的平面图 看你刚才把它们save去哪里了 我的是直接放在桌面 选了之后 就会看到档案名出现在Sketchup里面 要记得免费版只是支持上面这三种档案类型 这边我们必须要选Image 然后我们就会把刚才的Layout Plan import进来Sketchup 我们找一个地方按一下左键 然后大概移动一下再按一下左键 现在这张图片的大小是不准的 我们必须要让这张平面图的大小跟着真实的尺寸 先选择这张照片然后按滑鼠右键 选择Explode 接着我们zoom近一点看看 这张图是有给房间尺寸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以这间房间的大小来作为一个参考 先用测量工具来测量看看这面墙 记得测量的是房间墙壁的内侧 这面墙应该是13尺6寸的 而我们得到的是2627mm 13尺6寸可以用Google转去mm 得到的是3962mm 有了毫米的数值之后我们回到Sketchup 直接输入3962然后Enter 就可以根据真实的大小来调整这张平面图 这边这个东西是问你要不要确定要改变这个图的大小 只要按OK就可以了 现在这张图片的大小比例是对了的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再用测量工具肯定一次 可以看到是3950左右 所以刚刚的比例调整是成功的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用这个正确比例的图 开始画墙壁 按L用Line2来跟着平面图的墙壁 画出每一道墙壁 基本上就是这样很无脑的跟着画 需要移动视窗的时候 就按一下H来移动视窗 然后再按L 回去画继续同样的一条线 OK目前为止墙壁外车都画好了 现在要加上内侧的线 如果内侧的线不画就把墙壁立起来的话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用一样的方法 开始跟着Layout Blend画内侧墙壁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 你选择把墙壁立起来的话 就会是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房间的墙壁还没分割好 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把另外一半的线画出来 如果画错了可以随时用橡皮擦的工具擦掉 基本上到现在全部的墙壁都已经好了 只是要把它们拉起来 然后打出你要的墙壁高度 比如说我这里是3000毫米 墙壁好了之后就可以画比较细节的地方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门 在这里从地板开始画一个长方形 然后打上尺寸 按Enter 然后就可以用Push弄出一个门洞 OK今天就讲这么多 之后会陆陆续续的上传多一点Sketchup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来支持我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